我現在講的是用SD卡來開機我們的開發板 然後再把我們的Bloader燒進去我們的板子裡面去 這種情形大部分發生兩種狀況 一個是我板子剛拿回來的時候沒有Bloader沒有辦法開機 那我只好我就要用SD卡來當我的開機片 然後再把我的Bloader燒到我的Name Flash裡面去 另外一種狀況也比較常發生的就是說 我在改Bloader的時候改錯或改壞 然後導致我燒進去的Bloader沒有辦法重新開機 板子上面的光碟呢它有提供一個工具Bloader的燒寫工具 就是像這樣子 這邊也是它的文件 實體層是這樣子 那因為我現在呢 這台電腦沒有 SD卡圖卡機 那我是用另外一台電腦先把我的 那個Bloader先寫進去我的SD卡裡面了 所以這邊只是先展示用這樣子而已 就選擇電腦裡面的磁碟機 然後再 再選擇影像檔 再選擇影像檔 選Uboot 底線MMC 點併的這個影像檔 然後就開始做燒錄的東西 按SDR就開始做 寫入 製作一個SD卡的開機卡片這樣子 這邊都有詳細的教學這樣子 那 這裡啊 要先說的就是說我們在做SD卡開機的時候啊 這裡是有Switch 現在這個模式呢是 現在這個模式呢是在做NameFlash開機的 如果我要使用SD卡開機的話 我就要把它全部 全部 搬向E 這樣子 文件這裡也有提到 這裡 用NameFlash的話這邊全部 這邊是要 00000 110 那這邊是全部都全部都要0 用SD卡開機的話全部都要0 OK 那我在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已經 寫好的那個記憶卡我就先塞到他的 SD卡讀卡槽這邊來 那先來模擬一次那個我的 Bloader燒壞的動作 這是我的版 這是我的版端 這是我的 Poster Target 我先把他切回來 切回NameFlash開機 這是我的 這是我NameFlash開機的這個 狀況 那我要 我要讓他壞掉很簡單 我只要在 再 我把我Bloader的這個區段 把他eraser掉就好 把他 清除掉就好 那我現在在按板子上面重新開機 他現在已經完全沒動作了 我按好幾次reset他都沒有動作了 就是把 電源關掉 現在關掉 再開 他還是沒有 他還是沒有辦法有動作 這樣子 我現在把他切換到 NameFlash 把他切換到SD卡 開機的模式 這樣子 全部都是0 全部都off 可以看到後面他現在已經開機了 當然我是 一樣是在 倒數的時候我馬上按掉 我就進來這個選單模式 那 這裡就先退出 Exit this menu 我就離開 然後我現在就可以對他做操作 一樣是 DN DNW 他就開啟了 OTG的連線 然後把我這個 準備好已經 Compiler完成的 那個新的 新的U-boot 把它丟過去 那我再 再一樣我就把我的 把我 NameFlash這邊要先把 Eraser0到4000這邊先清 清掉 然後再把我剛剛 它Download下來是 C008000的位置 那我一樣我再把從C008000寫 寫到0到4萬 這個位置的區段 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把我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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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把他切回來 NameFlash開機 這樣就切回來 NameFlash開機 那我再把這個 Reset 再按下去 這邊就開始跑 然後 我 我剛剛燒進來的 Bloader 謝謝 謝謝